说完这个八马修道院的里面这个情节 然后我转到今天的正题商业合作伙伴 我一直在真实心球里面有讲 就是女人之间要互相团结 不要互相拆台 你不要想着我要去跟别的女人比 我比别人要强 而是要发挥好你周围的闺蜜 你周围的女性朋友的才能 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能 你要去发现并且去发掘他们 并且是发挥出来 但是我觉得我也听到了一个很极端的说法 就是说我们不要男人 我们就只要女人之间互相合作就可以了 互相姐妹之间互帮互助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失策的 为什么我们需要合作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是全能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盲点和弱点的 有的事情啊 我觉得光靠女人之间的互相支持 确实是不行的 举个例子 我过去半年 我办了好几场的 有相亲性质的线下聚会 然后办聚会这个过程 我发现我在北京我还能够做到男女比例平衡 但是如果要办上海的聚会 那因为在上海魔都择我地狱嘛 男人很少女人很多 那我自己的这边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说 我仅仅靠自己就把这个聚会办起来 那当然OK啊 那结果来的肯定就是绝大部分都是女人 然后零零三三几个男孩子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相亲性质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 所以这就要求我必须去找那种 有很多男粉丝的男大逼进行合作 因为男大逼那里有很多优质的男粉丝 所以我只有跟男大逼合作 这个聚会才能搬得起来 大家是想像聚会这样一个很轻量级的 非常小的项目都涉及到合作 那么一场聚会仅仅是一个女大逼加一个男大逼 然后互相号召一下就能搬得起来吗 那当然也是不够的 因为其实办个聚会很麻烦 从场地的使用到主持人 到邀请分享嘉宾 到各种物料的供应 每一个环节都是需要不同的人去协作的 而且像我们这个协作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在一个现成的公司里面 只是部门间协作 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单位 所以这个涉及到的就是一个合作关系 而不是说你去找其他部门的时候 大家只是为了说因为大家都是某个公司的人 所以这样子进行一个合作 不是我们都是独立的课题 所以我们是一个合作关系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写作的关系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合作里面 大家都是有男有女 但是大家全部都是单纯的合作 而不是写跟写之间是有什么男女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邀请分享嘉宾 如果这个分享嘉宾是一个还颇有一点成就的男士 那他为什么要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难道是因为他跟我之间有什么什么私人关系吗 那肯定不是啊 那不可能 因为你的私人关系你不可能说 你跟那么那么多的人都有什么私人关系 就是不可能的 你肯定是说你给了他他想要的利益 然后他才觉得可以跟你进行这个合作 同时他也能够给到你你想要的 关于合作 我觉得这个方面男性确实是比女性要普遍来说更加熟练 因为之前只是有一次我很无意之间听说了 某一个还不错的大V 然后我就随口跟中间人说 我说这个真不错啊 就是我可以帮他去介绍给 比如说我认识的其他人 其他大V或者怎么样子 或者是他需要认识的人 我今天的中间人马上就去跟那个大V说 那个大V其实事实上他也是个企业家 他立刻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要帮我 他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好处 哇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觉得不愧是企业家 就是人家马上就能够想的 不是说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有人这么主动的来愿意帮我介绍一个什么人 不太想到的是 我能够给人家什么 他能够得到什么 我觉得作为女性啊 要避免的是使用自己的女性魅力 或者是女性的身份吧 因为我发现有的女孩子还是挺喜欢 靠着撒娇发点去得到一些工作上的好处的 比如说小哥哥你能不能帮我干嘛干嘛干嘛 他就帮我 不不行你不要让人家帮你 你想要的是 你能够帮到别人什么 你们能够互相帮到彼此什么 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事业 你应该就是该 就事论事 就是该把双方的利益都想好 不要靠着女性的身份去获得好处 哪怕你确实可以靠女性身份获得好处 但你不能养成这个习惯 我觉得那个企业家给我的那种 启发性非常大的 我也看到有些小姑娘就是 小哥哥你不能帮我一个忙 比如说我想办个party 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场地 人家好不容易办聚会了啦 你就帮帮我嘛 就我觉得类似于这种撒娇发点 就是他就很暗示啊 就是你根本不会给人家什么利益 那你就给点口头上的那种 好听的那种好话 你觉得如果能够录到这个场地 是你的本事吗 不是 这个是你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 真正的在商业上去干活的人 去做事情的人 你还是把自己当个女人 所以说我觉得 不要靠女性身份去 靠撒娇八点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更不能说你如果你得手了 你还在那自己 我的建议是尽早的放弃这样的一个思维 去尽早的去建立一种商业性的思维 并不是说你要去开个公司 你要去做生意 你才需要生意合作伙伴 我觉得我们生活里的很多事情 你都可以用商业思维去重新解读一遍 当然商业跟很多感性上的事情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你只是说你看有没有类似的相同的原理 当然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 其实事实上也有很大的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用商业思维去重新解读一遍的话 你会有很多的新的发现 其实男女关系 男女关系里面你也可以用商业思维去重新解读 比如说很多女生喜欢问一个问题 我应该怎么扩大自己的社交圈 被更多的男人认识 其实这个在商业上就叫扩大流量池 增加曝光量 你想想看 如果是一个公司 他做一个产品 他做一个品牌 他要增加曝光量的话 他其实他要明白自己是要 比如说他要做投放 那做投放的话是得花钱的 或者是说就是不花钱 但是也要花其他的东西 会有资源置换 就是很多女生他会认为 扩大社交圈 或者是被更多男人认识 这是不需要花资源 或花钱或花什么的 他们脑子里面这个概念 我记得有一个女生过来咨询我 说他有一个亲戚是在互联网大公司里面的 大公司里面都有内部论坛嘛 是可以帮他发帖的 然后他就说 哥你能不能帮我发个帖 那可能这个亲戚也不是很亲近的关系 可能这个亲戚本身情商也一般 所以他哥也就把每秒这样子上心 然后他又觉得 那我哥怎么不帮我这个忙 真是的 但我就跟大家说 你知道不知道 推荐你把你放到一个精准的流量池里面 让你的目标用户知道你这个推广行为 就相当于说你在你哥那里去寻找投放 你哥是大公司的内部员工 他有向内部论坛的权限 可以有发帖的权限 那人家就占据了这个渠道 你想在他这个渠道里面进行投放 你就是得花钱的 你哪怕你花的不是人民币 你起码得表示出 你的付出 或者是给他买点小礼物啊 或者让你家里人 给帮他家里人什么忙 或者就是照顾一下他的父母 诸如此类的 就是你不能够认为 增加你的曝光量 这是不需要成本的 这是你不需要付出些 你的一些什么东西的 你不要以为是白得的 很多女人他真的认为是白得的 我再说一个例子 比如说活跃用户这个概念 每一个产品都是有自己的 就只要活得好的产品 他都是有自己的活跃用户的 但是这个活跃用户 你去分析的话 你会发现活跃用户 主要有两部分人构成 一部分人呢 是你刚刚你花了很多钱 去做投放 然后录进来的新用户 热火朝天的 还真热乎着呢 然后另外一部分 是很少一部分的 长期流程的 非常非常忠诚的 死忠的那种用户 就这两类 那其实我觉得在男女关系里面 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规则也是同样适用的 就是如果做一个女人 你感觉到你被一个男人 深深的爱着 那种感觉通常是来自于两种人 一种是刚开始跟你谈恋爱的男人 那是处于热恋期 另外一种是 有那么 有的女生如果有点魅力啊 他会有那么一个到两个 就是一直死心塌地爱着他的 比如说从初中开始 就一直暗恋他的 就他知道这个男人很爱自己 爱自己爱了很多年那种 或者就是说自己的老公吧 就是非常爱自己 爱了很多年 但是这个不会很多 就这样的男人一生中 你也就可能就几个人吧 就非常非常爱你 但是这个人一旦爱起来 就时间特别长 就是流程时间超级长的老用户 如果你跟这个男的分了手啊 你就成为他心中念念不忘的 那个前女友 所以说我就觉得 这个产品的活跃用户 跟一个女人 被爱的那种感觉 其实有点接近 就是女人就只会被这两种男人 一种是热恋期的 一种是爱了自己很多年的 那反例就是 我也经常听到女生说 哎呀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半年 或者是四五个月 那个男人经常比如说 出差很忙也过来 陪我啊 什么一周见几次面 给自己又买了啥贵重礼物 各种热火朝天 他就会来判定这个男的 是不是值得托付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不要拿着刚开始半年的数据 来做判断 因为刚开始半年 他就是属于 热火朝天的活跃用户器 其实这个时候 你也不能说他是假的 但是到最后 真的能够成为 留存下来的 变成后面那一类的 一直会爱你很久很久很久 那种男人 他就是很少的 他们如果要沉淀成为 忠诚的老用户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体现到 所以说 拥护漏斗模型 你脑子里有一个这样的漏斗 你就会避免很多痛苦 比如说有个痛苦 这个男人追了我一个月 怎么就突然不追了 突然冷掉了 这个问题其实也很常见 那 你这个时候会不会觉得 很郁闷 很难受 很不舒服 但你要这么想 这是因为 你拉来的新用户 没有能够留存 但是呢 无论多么厉害的产品 它的留存率 本身就不可能百分之百 新用户没有留存 是很正常的 有大部分的流失 是很正常的 追了你一个月 然后不追了 是很正常的 另外一种情况呢 是 这个男人 最近对我好有意思啊 他每天都来找我聊天 他经常给我送礼物 还经常把我约出去 比如说看电影啊 看展啊 看音乐会啊 他是不是很喜欢我啊 对吧 但是你如果你脑子里 有这样的一个用户漏斗 你看到他一点一点 一点的筛 你的想法就是说 啊 我跟这个男人吧 啊 现在就差不多是属于 他是我的新用户 他刚录进来 他还处于活跃期 那现在的表现 当然很好咯 当然很热恋咯 当然很爱咯 但是 他能不能走到后面呢 他还是需要时间验证的 因为你看得到这个漏斗 他到最后就是只剩下 很少很少很少的人 嗯 当然 还是那句话 情感跟商业不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商业的 嗯 各种各样的模型 比如说有一个漏斗模型 你就不会患得患失 你也不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 嗯 去年我造了一个词语 叫容音感啊 嗯 容音感症的这个词语 还是内涵很丰富啊 我发现那些 我见过的 有容音感的女孩子 她们永远都是 柔柔的 软软的 欢喜的 她们的能力啊 就是 她们能够全然接受 男女关系里的 一切波动 我再举个例子啊 嗯 如果一对男女分手啊 很多人她其实蛮执着于挽回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损失厌恶 也可以理解为流失老用户的召回 我作为一个给人做情感资讯的 一般来说 我看到说 分手挽回这种单子 我都是说不接的 因为我的理念就是说 女孩子你应该像一个 白天鹅一样 你应该有一种骄傲啊 如果这个男人都要跟你分手了 你当然应该是赶快的 嗯 迅速的爬起来 迅速的拾起自己的心情 然后去迎接新的一段关系啊 但前段时间啊 我去深圳参加了一个会 那会上我碰到了一个大神 就是个男的 嗯 也很年轻 但是非常聪明 啊 就是非常的渊博 他跟我说 他说 他就不是情感界的 嗯 就真的是个纯商人 但是我很喜欢 他用商业的方式 去分析情感的问题 他跟我说啊 比如说分手挽回 并不是完全不能做的 首先 你得分析 为什么这个男的 要跟这个女孩子分手 那他是因为外界的压力 还是因为意识的冲动 还是因为说 对这个女孩子 彻底的是否定的 不喜欢这女生 如果是前面的情况 就是说 假性分手 这个男人嘴上说了分手 但他内心还是喜欢这女生的 他在提了分手之后 可能他就后悔了 但是面子上又挂不住 那他也不确定说 这女孩子对分手的态度 是怎么样子的 那他就会维持 这样的一个分手的状态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女孩子主动给他台阶下 是有可能挽回成功的 我觉得仔细看了一下 这个分析啊 那就是 这个大神 他在制定用户流失 召回的策略是 他是 首先他就要去了解 这个流失用户 为什么去流失 就流失的原因 然后他去洞察了 这个流失用户真实的需求 所以他说如果是那种 他判断下来 流失用户的 这个分手原因 是无解的 那他就会劝着女生说 得了 但他判断说 这个流失用户分手的原因是 诶 可以解救一下的 他发现是甲心的分手 那 这个男人真实的需求 可能也就是想被挽回 想有个台阶 那他就会说 你就给他一个台阶 那我刚才说了好几个例子 我就说 像男女关系这么感性的领域 因为男女关系的主体还是人 因为商业里的用户 用户也是人 所以对用户的分析方法 你有的时候 你还是能够用得上 对你的异性的分析 那个分析的 由于商业跟情感的 有很大的不一样 不是说每一个理论 每个概念都能够生硬的套用 只是说明呢 如果你不开公司 你不想做生意 你仅仅是说你想解决你的情感问题 或者是你跟别人相处的问题 你还是可以用商业思维去重新审视一下 因为我自己用了这种重新审视之后 我在很多事情上 我就能够获得一种平静 刚才老李说 他去找人合作的时候 没有男女之分 我觉得 这正是他作为男性的优势 甚至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 他有这个优势 因为男性世界本身就有非常成熟的合作体系 这个合作体系可能在 有人类文明之后就一直在存在 所以对一个男生来说 只要他愿意遵守这个合作体系内的规则 他就能够一点一滴的去编织自己的关系网 但对于女性来说 那过去的几些年里面 你只要跟家里人 你跟你的家人 你老公 你的其他家人 处理好关系 你就可以度过你平静的一生 所以说女性的商业合作本身就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有点在摸索 这有很多障碍 我发现 我自己发现的一些障碍 我觉得有个常见的障碍啊 就是我注意到很多各方面不错的女人 比如说她自己在打工的话 她自己那部分工作 也完成得很好 专业能力很好 但是一设计到跨出这种作为专业人士的 那一台 那个那个 那扇门 进入到这种商业上的合作关系 他们很多人会有个本能 就是把任何工作场合都当作潜在的婚介所 嗯 就是说她还是想说啊 跟我合作的某个某个大佬或某一个还不错的才俊 可能跟我发生些什么吗 这还有这个本能 甚至那种已经结婚的女人 只要他们有点魅力啊 他们也是很容易控制不住的 想要更新认识的魅力男性 发生一些暧昧 当然 他们也清楚的 什么都不会真的发生的 他们也不是说想得到什么物质利益 但是他们在面对 在工作场合上认识的还不错的男人的搭讪案 或者试探的时候 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就是有这种本能 要去回应啊 就是为了得到一种验证 验证之眼有魅力的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一种本能的反应 像以前的微信咬医咬功能刚出来的时候 好像有数据就是说 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已婚的 两家妇女 或者是说有男朋友的两家妇女在用 他们真的不是想 去真的跟这种陌生男的发生一些什么 他们完全没有想过 但是他们还是很享受 被陌生男人搭讪的感觉 这个微信团队是非常了解人性的 就是两家妇女也是有这种渴望的 但是我想说啊 我一直在说 你如果你想更进一步 就要克服住自己 本能里面的很多很多不利于你 做事情的那些方面 那我为什么觉得这样的本能 对于合作是一种障碍啊 因为啊 很多合作项目不是一对一的 可能还会拉进来 第三方第四方的人 比如说 我介绍我的某个女性合作伙伴 跟第三方第四方的人认识 大家说好一起做事情的 结果突然有一天 我的女合作伙伴 她可能跟第三方的老板 她暧昧了 或者他们俩好了 又分手了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每一方 她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不对 那如果都是男性进行来合作 那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或者是你去跟那种 女孩子 但是她能够把商业合作 跟私人关系 她分得很清楚 如果是这样的女人 也是可以合作的 所以说选女性合作伙伴 是要注意到累去的 要避开那些有累去的女生 这个女生 这些女生还是蛮大多数的感觉 最后说一个 有意思的小观察 今年我认识了一些 年轻的90后创业者 今年我还是蛮喜欢去跑这种会的 然后后来发现他们 都是跟太太一起创业的 他们的太太都属于比较好看的小美女 一个是因为都很年轻 另外一个现在90后的女孩 也都挺好看的 不管 不管是先天还是后天 反正都挺好看的 也都挺有能力 都是他们公司的得力干将 而为人什么都挺好的 我觉得有趣的点在哪里呢 就这些太太啊 他们很年轻也很漂亮 但是他们里面没有一个人有魅气 就是那种 看上去她就能够代表一个公司 就看上去就是做事的人 就是你看到这样的女人 你不会想到说 如果让她去外面的论坛上开个会 然后她在会上就加了一对男人的微信 可能也有很多男人想加发微信 然后她回家一看 哦 我微信里面多了很多男人 然后这些男人都是对这个女孩子有想法的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我后面讲的这种 哎呀 开个会加了一堆男人 然后每个男人都是对自己有想法的这种 真的是会在另外一些女人身上发生的 就那种 你让她出去转一圈 她能撸回一大串想睡她的男人 而且她也不明的拒绝 其实公开场合 社交场合大家互相认识啊 其实是一条大马路 这个大马路接下来是两条分叉 一条是指向合作 一条指向私人关系 那我想请大家注意啊 一旦你进入私人关系 你跟这个男人就很难转到合作关系 很难很难 但有的女人 她就是能够把 她在大马路上遇到的机会 全部都败光 因为她都会把这些关系 她就在本能的屈指下 都录到她那个私人关系 那个小道上去 但是私人关系又是不稳定的 然后慢慢的聊着聊着就冷掉了 结果这个合作伙伴也没法做了 我觉得我后面提到这种 路到私人关系上的这种女人 她们是既得不到在职场上发展 她们也不会成为这种年轻的创业者的太太的 当然她们中可能有一些很幸运的 就极端幸运的人 可以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比如说她就直接嫁到了那种 已经功成名就的男人 这种是有的 但是 大家要想一想 大部分人都是普通女人 只有普通的命运 只有普通的运势 如果你只有普通的运势的话 你有大量的可靠的商业合作伙伴 她们很信任你 她们不会担心 你出什么幺蛾子 你的失业更上一个台阶 同时你作为女人 你也能够得到一个 踏实的男性的敬重 然后成为这样踏实男性的太太 这个其实对于普通女人来说 是更加可行的道路 我这真听了呢 因为有延迟 就这样我还有你的一段话 我没听完 先不听了 然后我来说吧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一个有趣现象 这个也帮大家开开眼界吧 就是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 如果说女人他看男女 总是就有一部分女生 眼睛不高的女生 看男女关系 似乎只有那些暧昧的男女情爱的话 那么男人则相反 男人眼里的合作 他只看到利益 这也是非常 虽然男人居然也说了 说那个企业家说 投从我这获得什么利益什么 但是呢 这个意识是好的 但是呢 他不够让人有粘合的感觉 其实也是有点无趣 怎么说呢 比如说 你有钱 我有权 我们合作 你有资源 我有关系 我们合作 好像大家就是利益匹配 才能合作 但是呢 很多人看不到 人与人之间呢 他需要情感和义气的 因为这个会让人感觉有安全感 而不是说 冰冷的 你有这么多粉丝 我有这么多粉丝 来吧 咱俩一起合作 开个课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推王涛涛 我非常喜欢他内容 喜欢他为人 是有这份情感存在的 说实话 王涛涛的东西都不好卖 因为他讲东西非常的 就说 有深度 普通人的 没有那么多基础知识 听不懂他 但我愿意花资源推 这边有意义气的成分在里面 最近有个大V的 跟我合作 我表示我不跟他合作 他又认为是因为 我只看中利益 然后他也认为他的实力够 我说不是 我说因为我跟你相处 我老总有一种 让我不太愉快的感觉 你说话 这么这种自我感 因为我说话比较直 因为他年龄比我小 我就可以这么说 我说你太敏感了 我说跟你这种合作的话 我后 我私下有给别人说 我说他 他这么敏感着 我一旦合作了 私下里沟通成本相当高 因为这人特别敏感 你稍微说他一点点 他又可以解释 我不是这样的 就是 就是一点那种 就怎么说呢 一点那种宽容都没有 所以男人看待合作 总是忽略的情感因素 而女人看不到利益 男人看不到感情 所以这也是大家在各自 合作过程中的一些 思维的一些盲区 有的情感有利益 并不是说 就是说我们是要讲究资源的 互补平等 但是呢 我们生命中总有些奇迹和 就是总有人会伸出手 去帮一个不如他的人 这是什么呢 这里面一定是情感因素呀 比如他看中你的顽强 看中你的这种才华 看中你的性格 而不是说你 我是身价一千万 你必须身价一千万 你才能跟我合作 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我们人类世界有 人世间有很多奇迹发生 大家相信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这种发生 一定发生在这个人 他一定有一些人格魅力 有一些其他方面 这种技术上的 如果这个人非常无趣 带人刻薄 又敏感 反正非常龌龙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这种人身上 有什么奇迹的 这种人只有倒霉 只能混得越来越差 好 今天也啰嗦了一个小时了 然后呢 我建议大家那个买下 大家可以选择购买捐的这个就是 签聊 签聊的会员 我刚刚想说知识星球 捐的知识星球的这个 我那个 我不知道 要么我下载一个二维码 然后捐 然后大家如果没有买 捐知识星球的可以买一下 嗯 因为你要离开房间 他就会这样 如果你如果一直在房间里 不会这样 是这样的 然后捐放了他的那个微信 二维码 大家也可以加入一下 然后呢 里面是资源对接群 大家可以点牢里那个链接 然后购买我的这个会员 购买会员之后是 所有的签聊课程是 就不用再额外的单次付费了 然后 购买会员之后 记得一定要加我这个微信 然后加了微信之后 是把你拉到一个签聊资源对接群里面 嗯 签聊资源对接群 包括我今天课程里 我说的那种 嗯 线下聚会 其实 都是会发布在 比如说相遇会的群 加签聊的会员群里面 然后对外是不报名的 因为 来的同学就已经很多了 所以基本上只会开放给 相遇会的成员和签聊的会员 所以说如果你加了签聊的会员之后 一定要加我上面的微信 然后我把你拉到签聊会员群里面 好 那个娟儿女神给大家打个招呼了 然后 那我就开始了 就是 各位小伙伴们晚上好 我最近做了个决定 就是我打算 我们看我们一个月有四个周末 我打算呢 在自己公众号上 我们公众号 就是 嗯 周末时候 我打算推 娟儿的签聊和王涛涛签聊 嗯 各两次 就是等于 一周呢 我把周六或周天的某一天拿出来来分享 在我的 给我 我给我的粉丝分享 娟儿的签聊和王涛涛签聊 我打算长期这样下去 像 刚才那个周末 上个周末 我推的是王涛涛的签聊 讲希特勒的 然后呢 在上上周呢 推的是 娟儿的签聊 第一集 我和 娟儿一起做签聊 那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然后呢 我和娟儿一起开始合作做内容 或者推她的签聊呢 或者推她吃星球 也就 也都不是一天两天了 郭子达 我开始 做这个事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 总有 我的女粉丝 在微信里 私信给我说 她说 老李 你是不是喜欢娟儿 你是不是在跟娟儿谈恋爱 然后呢 我就给我的粉丝说呀 我说 给这么提问女粉丝说 我说 你们呀 你呀 你眼里怎么 只有男女关系呢 为什么 不想着是合作关系呢 难道人与人之间 男女之间 都不能没有 不能有合作关系吗 只能谈恋爱吗 只能是男女关系吗 我特别能理解啊 大部分没有做过生意的人 是很难理解人脉关系 商业合作关系重要性的 啊 因为没尝过这方面甜头 在公众号里 在微博上 那些 呃 大V们说 什么放弃你无效的 什么社交人脉 这个 你看全都是您 因为公众号的号主 很多是 很多是年轻人 很多是 呃 底层的职员 啊 他们也不算是那种商业上成功人士 你看真的商业上成功人士 没有一个人敢说 热脉不重要的 合作不重要的 那无独有偶呢 前两天呢 居然发了这么一条微博 写得非常好 我点赞了 还转发了 我还私下里问 居然我说 你在微博里提到的电影啥名字 然后我把这段微博给大家发一下 呃 就是居然是 我大概念一下 不定就是竹子竹剧 居然说 有一个韩国的古装电影 特别有意思啊 两班公子玩弄 平民少女后抛弃 但听朝中说 呃 前辈 呃 但听闻朝中前辈提点说 升职呢 呃 要有声誉 呃 要有名声好的人 于是呢 这个人呢 他找回老亲人 商量合作一桩大生意 大概意思是 我扮演不离不弃的公子 你扮演痴情少女 一直在等我 公开表演一出大戏 获得众人的 有情有义的认可后 公子获得身职 平民少女 获得贵夫人的 名号和生活 这剧情很真实 很多人对世界路 呃 理解很单一 以为女人迅速上升 只有那点事 啊 无非是两腿之间那点事 或者呢 是时间讨男人欢心 跪天 臭不要脸 事实上 两腿之间两片肉 是不稀罕的玩意儿 用脑子 用脑子使魅 也有大把从业者 都在红海里苦苦挣扎 成为商业项目的合伙人 才是很多人立足的资本和根本啊 然后我结合的我的女粉丝 她把所有的这种商业合作 竟然能理解为 男与之间商业合作理解为 谈恋爱啊 男与关系 再结合 娟的这个微博呢 哎 然后呢 我跟娟的就说 哎 讨断的就有这期选题 啊 因为我们发现的 厉害人和一般人 厉害人和普通人之间差别 就在于呢 首先 差别差异很多 但首先一个差别呢 就在于眼光上 就是厉害人呢 他能从表现中啊 看到一些事物的本质 而普通人呢 因为阅历或者说情绪 或者是经验的原因呢 他总是停留在表面啊 看都是表面 那比如说 我不遗余的推 捐的支付费产品 普通人看到的是 这两个家伙是不是很暧昧啊 而厉害人又看到 他两个人是在合作 是在互推 他们是有 经济利益关系的 啊 类似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 一种结盟和贸易往来 所以呢 我们也有了这期 男与关系中呢 大家看不到的那些东西 其实 呃 捐女生呢 其实很想给妹子们普及一下 如何不用平常的习惯性眼光 以本能的那简单的头脑 去快速的定性一些东西 啊 比如说女人呢 女人 比如说不要只看男女之间 只有情爱 而看不到利益合作基础 那我先说说 呃 如何看待男女之间商业合作这件事吧 首先呢 假如说一男一女的 他走得很近 啊 一起合作做生意 那你首先要分析 要看这男的 如果这男的 他是生意上 他是靠合作 他生意都是靠合作 靠整合资源来的 那么 那么 那么其实这个男人 这男人他的 他他他是 他眼里对方是没有性别的 是意识同仁的 他没有男女之分的 没有分别心的 你要分析 这才是他的合作基础 啊 你要看他合作基础什么 达到目标什么 就比如说你看王健林 投了董明珠 有十个亿的新能源 汽车项目 你总不能说 王健林看上董明珠了吧 所以呢 如果谁要持这种看法呢 谁又是个笑话 所以我想给大家 给大家说 大家要敢于合作 敢于和异性合作 啊 假如你想创业的话 你想 你想赚更多钱的话 因为啊 聪明人呢 都是非常懂和别人合作的 啊 这是我一点看法 其实因为我不知道 就是我的眼光 也不是非常好 娟的眼光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想听听 娟是怎么看 就是啊 男女关系中 那些看不到东西的 我也是带着学生心态 然后既当主持人 也参与这个节目 我先来说一个 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在我 小的时候 我的初中的时候读到的 我在初中的时候 读到那句话 我感到非常的 嗯 觉得有意思 但是我当时 并没有能够想明白 这个有意思在哪里 直到我现在想起 这种武装电影里面的 这个情节 我觉得是一致的 其实它指向的 也就是我一直以来 关注的 嗯 什么是明面上的东西 什么是事实上的东西 这个情节呢 是来自 嗯 法国小说家 斯汤达的巴马修道院 嗯 我不知道我 我之前有没有在其他 平台分享过这个情节 但这个情节是我对 巴马修道院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情节 那就是女主角是一个 一个中年妇女吧 老夫人 但其实她看上去很年轻 据说她看上去只有25岁 但事实上她已经 人到中年了 叫桑塞弗里纳公爵夫人 那在里面 她还有少女 实际也有名字 这个是个非常有活力的女神 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女孩子 嗯 有一天早上她说 那个被称为我丈夫的男人 昨天去世了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她还把她这个大房子留给了我 我当时看到 那个被称为我丈夫的男人 我当时看到 那我是觉得 哇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一般人不会说 哦 这人是我丈夫 会说 嗯 我老公昨天有什么事情了 嗯 我丈夫昨天有什么事情 他不会说 那个被称为我丈夫的男人 怎么怎么样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意思是 这个男人是 被称作是他的丈夫 但是他自己不认为这是夫妻关系 或者是说 不是他自己认为 他们的关系事实上 也不是夫妻关系 这个事是怎么回事 嗯 这里面的剧情是 嗯 这个女主角 年轻的时候结过婚 然后可能很快又离了婚吧 因为年代太久 我就忘记掉了 是究竟是他第一任丈夫 是去世了呢 还是离婚了 我就忘记了 但是他在中间 他遇到了一个 嗯 中间人 中间人跟他说 你看你现在离了婚 你作为一个贵族小姐 你很没有身份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18世纪的背景嘛 18世纪 你想想看 如果是在上流社会里面 你作为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你一个单身女人 你在里面混 你很难混的 同时你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那这么大年纪的女人 你总是要有一个 男的来支持一下 你的经济生活 可能啊 就是好 OK我先给你安排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交易 这个交易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老男人 很有钱 嗯 也是个绅士 但是呢 他最大的遗憾 就是他 没有贵族身份 也没有一个 叫金羊毛的勋章 就是他非常非常渴望那种贵族的荣誉 可是他就是没有 嗯 那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找一个贵族妇女结婚 所以 他就找到了这个中间人说 你能不能帮我撮回一双交易 这个交易就是说 我跟这个贵族少女结婚 也不叫少女了 贵族女性结婚 嗯 然后 女人能够得到一定的物质 嗯 也能够得到一个 已婚的这个身份 然后我呢 就能够得到贵族身份 那中间人也是一个非常灵活的人嘛 他就去跟这个女人去讲说 这个交易其实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而且 你们俩只需要在婚礼上见一面就可以了 其余的日子你们是不用见面的 不用过的 就是 只要 去婚礼上 出现一下 这个交易就达成了 那这个交易还是皆大欢喜的 因为老富豪最后他就得到了他想要的贵族身份嘛 他得到了他所想要的那个荣誉 因为每个人他的需求不一样 那他要的这个东西刚好是这个女人就是能给的 而且 这女人他作为一个贵族 他不会说我跟这个 有钱的老男人结婚了 我的贵族身份就没有了 他还是一个贵族妇女 但是他老公 额外的得到了一个贵族身份 就是被称为他老公的这个男人 对吧 他没有损失什么 对吧 他还额外得到了社交场合被认可的夫人的身份 以及来自于被称为他丈夫的这个人的一部分的财富 所以说可能在很多普通人眼里 所谓的丈夫就是啊 就是啊老公 可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说 那个丈夫是可能是那个被称为是他丈夫的男人而已 所以我们看事情 你既要看名也要看实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名和实是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脑子里没有这个分层的概念 但事实上有的人是有名无实 但并不是说有名无实就是不好的 有名无实只要双方都能够得到他想要的 我觉得这个交易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当你去看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带这样的眼光去看夫妻关系 但是你带着这个眼光 你会发现很多关系 你会发现其实有分层的 可能有的还不是这个两层有三层 你估论了 你会发现一个小时的眼光 你会发现问题 你会发现就是这个眼光 有五个眼光 我是因为有三层有三层有的 要是这个眼光 一样不明显 我会发现 你会发现 我带来的 你们不知道 你会发现 那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我会发现 从你出发现 人1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